投资人等待本周CPI数据出炉 美元指数略降 避险需求降低 日元的汇率下跌 黄金价格则出现回档 我们今天一样很开心 邀请到芝加哥商业消息所的讲师 王永明 老师晚安 稍早美股开盘 看盘重点一样先交给老师 好 我想今天美元指数持续下跌 也让我们对于目前通膨膨胀的控制 稍微紧张一点 因为上个星期 劳工局发布的数据里头显示 目前的整个通膨控制算是相当不错 结果让美元指数稍微掉下而已 不得了 所有原物料价格又通通上来了 今天就呈现这种美元指数盘整 而原物料价格涨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 整个市场上 本来从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到上星期五 突然间拉升两个百分点 美股上个星期五 尾盘拉得非常的强劲 那也让避险的需求快速的消退 黄金跟日元这两个避险商品 今天一样同步 稍微在震荡走低当中 黄金现在大概回挡在2030左右 还没有跌回2000块以下 所以表示市场隐隐约约 买盘还是直接在低接当中 那另外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债券 欧洲债券跟美国债券 还在持续下跌 那主要的持债人 像是美国日本 中国跟日本 目前对美国的债券 好像吸引力逐渐的退去 因为存定存利息比较高 买债券利息反而比较少 所以在这种取舍之间 慢慢慢慢这些 这些债权股对债券的需求 慢慢持续的降跌 也让我们目前所看到最新的讯息 比方说中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对黄金也持续的增持 所以对于黄金未来市场价格 有了更明显的支撑 因为全球大的行股 纷纷进去买黄金 减持债券买黄金 这蛮有道理的 所以等于是 在整个外汇存底当中 黄金的布局 稍微比例拉高了 那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还能够震荡 维持在2000块钱以上 那工业金属方面 白金铜都还是表现不错 今天涨不大概 三个百分点到四个百分点 目前为止 八金涨了五个百分点 所以整体而言市场上 对于美元指数稍微掉下来 劳工局对于那样的数据 这个物价指数的数据 支持了整个目前 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那也因为如此 今天整个市场上 像日本 日本比较缺原物料 今天市场的股市 就稍微比较偏弱一点点 今天日本股市 大概下跌了208点 整体不管是 科技类股也好 这是金融类股也好 都呈现稍微有点回档 但是因为它昨天 才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到占上29,000点 所以还好 今天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回档 那检视一下日本目前的产业 最强劲的就是 日历冷气跟大金空调 这两个跟这个季节性的股票 目前逆势强涨 今天整体大跌 那日历大金还是相当不错 蛮符合目前季节性的需求 而港股今天 就表现的相对强劲 因为跟着上个星期五 美国的一个走势 今天港股涨了247点 不管是银行股 售嫌股 包含电动车 各式各样类股 表现都相当不错 那相对而言 只有零售业股 表现比较差 那也呼应了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了 包含美国的星巴克 Costco这些产业 零售业 表现在股市上 算是稍微比较弱势 那目前这样的 零售业的 业绩比较差 也影响到日本来 业绩经济到香港来 所以各位要注意 在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属于实体通路的 这些门市厂商的股票 可能就要稍微 再避开一点点 那今天呢 这周依然是美国的 第一季的财报周 这个星期会上场 有PayPal 有时候就是 Elon Musk创办的 这个第三方支付公司 以及迪士尼 迪士尼是 小朋友的最爱 那这周财报要公布 我们来看看这周 财报公布之后的结果 那目前期货开盘之后 在平板以下游走 稍微比较强势的是Netflix 涨幅在1.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比较弱势是Adobe 也就是Apple的这个系统商 Adobe现在跌幅在1.6% 另外Qualcomm 延续上个星期的跌幅 目前再跌1.5个百分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 通信族群 尤其是手机的通信族群 表现是稍微比较长 库存区务 看起来还是一个问题 投资人要注意 那另外标股方面 有一档叫QRTEB 今天涨了20个百分点 是做电视购物的 这个产业目前还是 还是有很多地方 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地方 喜欢用电视购物 也难得看到这样的产业 能够继续站上标股这个行列 所以美国方面 目前零售业也好 科技类股厂商也好 有各式各样产业的分歧 我相信在投资上头 会难度提高 那么提醒投资朋友 在各个产业布局上头 都要做一点分散 那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彭的主播 受惠于美股反弹 台积电今天小涨0.8% 金融类股表现有称 航运空运股好转 大盘中场上涨73点 收在16999点 更多的台股资讯 时间交给老师 我想今天台股 其实表现并不算特别的好 因为毕竟美国拉了两个百分点 台股才涨73点 其实涨不算小 所以我们仔细拆开来看看 会发现第一个 外资再重新占回买方 所以对台积电连电 都有些布局 但是其他类股 可以说是 这个比较惨一点点 所以龙头拉上来 其他没有跟上来 也让今天的台股 其实只涨73点 真的是可惜了 那当然我们在仔细检查 当中发现金融类股 今天还是不错的 在整体的表现里头 算是今天同 跟其他产业相比 金融类股算是相当不错了 那么航运类股里头 海运还是比较偏绿 美国的这种消费市场 中国消费市场如果不振 对整个航运而言 这些货柜人而言 还是稍微比较差一点 那空运就比较好转 全球都在逐步的开放 观光旅行 所以目前看起来 航空类股 是优于海运类股的 那么今天整体产业当中 大部分都是比较弱的 像是纺织塑胶生技 生技类股上礼拜强一下 又弱一下 强一下弱一下 很容易沦为 国内投信法人 这个资金占卜的地方 所以尤其国内的生技厂商 它的全值比较小 所以要拉要杀 动作会比较快 所以生技类股最近走势 稍微比较投机一点点 投资人要注意一下 那么化工类股 上个星期也是涨到天 今天也逐步的下滑 里面大概只有1727的 中华化工 连四跟跳空涨停之后 还可以撑在 这个勉强售后的位置 所以整体而言 大部分今天的传产 表现都不是比较相对不佳的 那么相对强势的 就是电子零组件 在2327国具上个星期带动之下 国具今天虽然没有涨上去 可是2421的舰准 以及3308连德 连德今天还甚至亮灯涨停 所以我想电动车的族群 从电机汽车到目前电子零组件 所需要的关键零组件 还是非常的多 都是没有不妨 从在电子零组件的茫茫古海当中 挑几只跟汽车比较有关联性的 我相信这是目前比较走对对的题材 那么各股观察名单当中 我们选择一些相对保守 在低价进场的各股 像是2382的广达 今天小涨 822的宝一 今天小跌 62244的茫迪 今天小跌 247的滋通 今天涨3.3个百分点 另外我们新进的一涨 6550北极星 今天也是小跌 所以生计类股目前来讲 它还在轮动当中 那么希望近期可以有好的表现 那以上是台国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还彭雷主播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